感谢神让我在这个星期天能够父亲节这一天来跟大家分享 借着亚伯拉罕的生平来分享和为父之道 父亲节简单介绍一下 我想这里有一个简单的summary 就是美国的父亲节实际上是1910年开始推动成立 1966年由总统Linden Johnson来宣布六月为父亲节 而六月份正好是这位推动父亲节的女士叫Sonora Dodd 她的父亲是六月份生的 她是这位杜德夫人 她是一位基督徒 她在教会参加母亲节的时候 想到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是一位在妻子过世后 独立把六个儿女抚养成人的父亲 也是南北战争中间的一位sergeant 所以她就推动然后向她的牧师来分享 她的牧师鼓励她 然后1966年开始宣布 总统宣布六月为父亲节 到1972年Nixon签署文件后 就是每年的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为美国的父亲节 那当然在其他的国家 每个地方的父亲节还略有不同 不过这是美国的父亲节 实际上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 我真的是感谢神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间 有一个很有 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 一个一篇散文 是朱自清 朱自清所写的背影 那我记得小的时候 然后模糊的读过 然后还学过 所以在背影中间 她就提到她回忆 父亲与她 送她去火车站的那一个 记忆中间所带来的一个感慨 那我们今天既然是父亲节 我们就看看圣经中 有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这位父亲 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实际上亚伯拉罕 他的这个名字中间就隐藏着 他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 创世纪中间的那一段经文 就是神赐名 把他改名从亚伯兰 从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 那我们下面就希望能够通过 亚伯拉罕 他做父亲这一段的 他的生平 中间的几个重要的原则 让我们来看到 上帝怎样借着他来表明 神是那一位真正的慈爱的天父 好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在父亲节的时候 来再一次 借着亚伯拉罕的生平来认识你 主啊我们知道 天父我们知道你的大爱 是远超过地上的父亲 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 今天向我们说话 借着亚伯拉罕一生的见证 也借着主你自己 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让我们认识更加的清楚 怎样来认识你跟随你 也更加的看到我们一生都是在你的恩典之手的引导之下 求主你也开我们众人的眼睛 恩高孩子恩高我们所有聆听你话语的人 让我们一同来体察天父之爱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亚伯拉罕有一首诗歌叫father Abraham 这首孩子孩童们唱的诗歌说 这首英文的诗歌说father Abraham has many sons 有许多的子孙 那这些子孙是遍及各个民族各个文化 那之所以是这样子 我们是因为亚伯拉罕在圣经中间有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 有人会说 你去问一个犹太人 他觉得犹太民族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那有人会觉得 有很多的犹太人会说可能是摩西 因为摩西赐下律法 可是你要知道 当我们看到圣经中就篇幅来说 对亚伯拉罕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 是因为在圣经的开中名义的新约的第一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父 所以既管是摩西 我们都要知道摩西都会称亚伯拉罕是他的父 因为亚伯拉罕不仅仅是这个大卫的祖先 亚伯拉罕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先祖 亚伯拉罕也是摩西的祖先 所以所有的旧约的这些先知 这些的这些政治家 君王 不论是摩西 约束亚 大卫 但以利亚 他们都会承认 实际上亚伯拉罕才是他们信心的榜样 所以在这个新约中间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中有一章都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然后加拉太书有两章 甚至在这个旧约中间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三次被称为神的朋友 那这些是圣经中对亚伯拉罕最高的评价 就是他被称为神的朋友 因为他认识神并且信靠神 所以在今天我们来思考做父亲的亚伯拉罕的时候 我们下面也会从我把我今天的这个从亚伯拉罕来认识天父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是两位父亲的儿子 他是两个父亲的儿子 第二部分我们会看作为父亲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当然不是光是肉身的两个儿子 是两个不同的两种儿子 第三作为父亲亚伯拉罕他给孩子们 他给子孙的遗产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三个角度来认识 作为多国之父的亚伯拉罕 从他身上来认识我们的天父 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两个父亲的儿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他跟我们今天做这个 尤其是我们没有基督教背景 或者基督教家庭出来的这些基督徒 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因为在他的父亲是塔拉 他的父亲塔拉圣经告诉我们 约书亚在他的最后他侍奉的晚年 像以色列人这样说 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他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 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所以你看到说亚伯拉罕他的出身 他的父亲塔拉起先并没有侍奉真神 耶和华神 他是迦勒底人 他曾经住在大河那一边 就是指又发拉底和两河流域 那一边他们做的是什么 侍奉别神 也就是他的背景不是信真神的家庭里出来的 但是神呼召他出来 就是呼召亚伯拉罕和他塔拉离开来 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在地上 他首先有一位父亲 这位父亲起初不是信奉真神的 就是塔拉的儿子 所以亚伯拉罕信神 我们更可以与他有深深的认同 他是第一代信主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有另外一位父亲 是什么 是天父 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有另外一父亲是天父 因为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 你就看到在路加福音中间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他的家谱 他说耶稣开头传道 从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 然后一直上去到什么 犹大是雅各的儿子 所以耶稣是约瑟的儿子 是雅各的子孙 然后也同时呢 耶稣又是再往上推呢 是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而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 再往上到挪亚到以诺士到塞特 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以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逆推的过程中间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虽然地上的父亲是塔拉 可是他真正的最终的那个生命的来源是上帝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挪亚的儿子 所有的人今天所有的都是洪水过后被毁灭 只有挪亚的子孙存留下来 而挪亚是什么 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两位父亲的儿子 他是塔拉的儿子 更是神的儿子 虽然他起初不信神 但是呢 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 就是神天父呼召他离开吴尔 对亚伯拉罕来说 他离开吴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决定 因为他离开的是他的一个安全的港湾 很多人以为吴尔好像是一个落后的地方 但是在19世纪20世纪左右的考古发现 吴尔实际上是现在处于 这个伊拉克湾被海淹没的一块 那一块地方 他们挖掘出来的是非常的成熟的建筑物 是一个非常富饶稳定的居住区 而不是游牧民族游牧业 所以当神呼召他离开吴尔的时候 他是要离开他的舒适安全 甚至说他的祖先迦勒底人 在那里安居乐业的地方 所以这是天父对他第一个挑战 就是离开本地 本族和富家 为什么要离开 这个离开是为了归向天父 所以从他离开之后 他就离开了优渥的环境 但是最重要的是离开了敬拜偶像的生活 他过上了一个在世上做寄居的生活 住帐篷的生活 而神将他向他显现的时候 把他天父就让他显明说 他是将应许的那块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 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此就 在天父的带领下过上了直达帐篷的生活 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 也是一个信心的回应 而与他生活所伴随的不仅仅是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 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赚取的一切都会过去 把它当成是寄居的生活 另外一个亚伯拉罕的生命得到一个非常大的 在天父的带领下 就是有真正的回归敬拜 回归真正的敬拜 敬拜真神 所以他是一个有帐篷也有祭坛的生活 那圣经给我们看见 当亚伯拉罕一下被神带到迦南地之后 他马上就做了两件 他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神住了一座坛 然后中间那一节 接下来就是前面讲到直达帐篷 后面又说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 又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实际上这就是亚伯拉罕 被天父所带领之后所该来的生命的转变 也就是说他离弃优渥的生活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离弃了那个偶像敬拜的环境 他进入了一个与世界分开 专门敬拜真神的地方 所以他祝坛不是在一个私底下的一个小的陋事 而是在一个公开的在一个高山中一个向众人做见证的祝坛 因为他过一个敬拜真神的生活 好这就是亚伯拉罕 他被在生命中间有两位父亲 那他的父亲塔拉是曾经是敬拜假神的 但是呢他听到神的呼召就跟他父亲离开了迦勒地 在迦南住了下来 敬拜真神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知道说 也在这个圣经是轻描淡写 或者没有讲到太多的这个挣扎 但是我们看到说创世纪中间告诉我们 塔拉是带着亚伯拉罕和罗德出了乌尔往迦南地 可是他们开始没有走到迦南地 走到哈兰就住了下来 而塔拉呢一直就活了205岁死在哈兰 所以中间亚伯拉在到达迦南地之前 他停了一下 什么原因不知道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地上的父亲塔拉 还没有完全能够与世界分开 他也可能是因为年纪老迈的缘故 不论怎么样 他还没有走到 那神真正为他预备的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的父亲死在哈兰 可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还没有住的时候 神就叫他离开本地本族 最后他父亲死了之后呢 神就使他从那里搬到什么地方 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就是迦南地 而圣经这个这是斯提反在新约中间回顾以色列人的先祖 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就说什么 说神让带他到了应许之地 但是呢 神却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 因为他是住帐篷的 那块地上还是有人的 而且还没有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 他一生实际上真的是在他的前半生 在地上尊敬他的父亲 所以在他神代呼召他出来的时候 他就向他的父亲见证 带着哈兰 带着他拉走到哈兰 但是呢 还未能够走到底 可是最后呢 在父亲死了之后呢 他就走到应许之地 这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两位父亲 那当然他有两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是亚伯拉罕 是地上的父亲给他的 他拉给他的名字 第二个名字呢 是亚伯拉罕 是天父 神最后赐给他的名字 后面我们会来思考 这两个名字所带来的意义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大部分 就是从亚伯拉罕 既然是两个父亲的儿子 他也是两个儿子的父亲 前两天我在跟这个 我们家里的小朋友分享 我要这今天 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段信息 他们说 好像他不只是指两个儿子 我说你们太对了 是不止两个儿子 实际上这两个儿子 是指两个不同的意义的儿子 圣经在这个 加拿大书中告诉我们说 保罗这样说 他说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所以我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上说的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 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 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月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实际上亚伯拉罕从肉身来说 不止两个儿子 但是从他生儿子的方式来说 是两个比喻 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作为父亲的亚伯拉罕 这两个不同的儿子 这两个比喻是指什么 那这两个儿子 实际上从名字来看 就是以什玛利跟以撒 圣经告诉我们 当亚伯兰七代有后代子孙的时候 继承他的产业的时候 那他们就没有能够 凭着信心一直等待下去 所以他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 他听了他妻子撒来的话 就是为要在地上留后 就什么 就娶了使女夏甲 撒来的使女夏甲为妾 而夏甲怀了孕之后呢 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什玛利 所以第一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人为了满足他们的期待跟期望 有后的期待 亚伯兰跟撒来 没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 从下甲生了以什玛利 而第二个儿子以撒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个儿子以撒是 在创世纪的99岁 亚伯兰99岁的时候 提到说神向他显现的时候 就是让他给他后裔 而说从你本身生的才叫后裔 那那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 也就是在亚伯兰得了以什玛利 以什玛利已经十二三岁的时候 神说要从你亚伯来生的才叫你的后代 所以99岁的时候 亚伯兰终于在他得到这个以撒之前 神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而不再叫亚伯兰 而亚伯兰的意思是荣耀的父 亚伯拉罕的意思叫多国的父 那这两个区别就是在 一个是从两个儿子的区别 一个是从应许生的 一个是从人血气生的 那这两个儿子带来的什么样的意义 作为父亲的亚伯拉罕 他有什么样的 对他有什么样的启示跟挑战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从他的这两个儿子来看 就是他对神的话的信心 他们他信神是怎样信的 他是凭着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方式来跟随神 还是按照神所启示的 神所告诉他的 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生了 以撒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虽然他从其他的地方 也有其他的孩子 但是圣经说 以撒才是他真正的继承了 他的福气的那一位 而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 而试验神用谁就用以撒 而不是用以撒马力 为什么 因为以撒是那个盼望 是那个亚伯拉罕最大的盼望的聚焦点 神要让亚伯拉罕 献上他的最宝贵的儿子 不是为了他真正献 而是要试炼他 让他让世人认识亚伯拉罕的信心 认识亚伯拉罕的信 不是在他所不是光是一个内心的只相信 而且表明他信心的是带来行动的信心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他神借着他的两个儿子 那特别宝贵的儿子以撒来试炼他 而表明他的信心 所以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创世纪中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中间 就看到神最后因为亚伯拉罕 愿意献上他的儿子 神没有真正让他献上 而是预备了一个羔羊 一个羊羔 让他可以用羊羔取代以撒来献祭 那为什么要神要借着一个羊羔 以撒这件事情 来向亚伯拉罕启示一件什么事 神借着这件事情 就告诉亚伯拉罕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是那一个预备 真正救恩的那一位 神的才是真正的福气 不是来自亚伯拉罕 而是来自上帝自己 所以圣经在创世纪中 神就这样宣告给亚伯拉罕说 你既然不留下你的儿子 我就启示说 我要赐福赐子孙 赐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那神的预备是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的 通过了信心的试炼来赐福给世界 赐福给不仅仅是亚伯拉罕 而且是借着他的子孙后裔赐福世界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说 既然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那神借着他所带来的这个遗产 作为父亲的遗产在哪里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的是第三部分 做父亲的遗亚 亚伯拉罕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他的福气就在说他的子孙是昌盛强盛的 而他给子孙所留下的遗产是什么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他所留下的是一个 有承受地土 承受世界 而其中一个见证就是今天 仍然在这个 在迦南地的麦比拉洞 第二个呢 亚伯拉罕所领受的是一个福气 一个因信而得来的神的公义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所相信的神 是一位行公义的神 他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审判全地的公义的神 第三亚伯拉罕所给我们留下的产业是什么 亚伯拉罕给他的子孙后代所留下的产业 是一个承受世界 包括他的后裔 我们一会来看什么意思叫承受世界 第一个 亚伯拉罕给作为父亲的亚伯拉罕 给他的儿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见证 就是他在这个迦南地的做寄居的时候 他死了的时候 只有一个地方是他用 是他有钱可以买下来 而且他能够买下来的 就是什么 就是麦比拉洞 圣经在这个创世纪中间告诉我们 他是用高价买下了 在众人面前买下了那个 那个麦比拉洞 向赫人买的 而今天 很有意思的是 我去查了一下 今天的麦比拉洞 是左下角这幅图画 就是呢 今天这个上面是一座清真寺 因为呢 阿拉伯人 仍然相信这个亚伯拉罕当初献的 献祭的不是以撒 而是以示玛丽 所以呢 亚伯拉罕的这块洞呢 也是他们先祖的 这个麦比拉洞呢 也是他们祖先 也是他们祖先的这个 这个坟地 所以呢 麦比拉洞上现在建的呢 是清真寺 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到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看到的仍是亚伯拉罕这两个子孙 以示玛丽的后代 跟以撒的后代 特别是雅各以色列的后代 仍然是争执不休啊 他们都要为亚伯拉罕这个树碑立传 都要遵从他们先祖 所以麦比拉洞现在上面不是 这个犹太的会堂也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 而是清真寺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那实际上麦比拉洞 他所代表的是 是整个迦南地 亚伯拉罕只是在死的时候 因为呢 他跟当时的赫人的关系很好 而且呢 他也相信人 这个死者为大 那时候的人 所以他就买了这块墓地 那这块墓地就象征着 他在那里有一个产业 而 虽然他没有占据整个迦南地 可是他的目标不是这个 他的目标是表明他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后来他的子孙 包括以撒 包括雅各 甚至后来约瑟 都要求他们将骇骨葬到麦比拉洞 因为他们相信的是神的应许 神所应许的那一块 迦南美地 当然 我们今天知道 这个真正的迦南美地 实际上是神自己 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说 第一个是 首先 父的遗产是应许美地 那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亚伯拉罕留下了一个丰富的遗产 是他作为信心之父 所带来的福气 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在世人面前 做我们众人的父 为什么 因为亚伯拉罕的信 圣经说 这个保罗特别指出来说 亚伯拉罕的信 这一条有个错误 不是创世纪 应该是罗马书 亚伯拉罕的信 是在什么时候信的 亚伯拉罕的信 是他在没有受割离 还是呢 受割离的时候 是没有在受割离的时候 那就表明他是曾经是不信的人 那他信而受割离 有一个记号 就作为他因信称义 他生命得到真信 因信而得救的印证 所以亚伯拉罕是谁的父亲呢 是一切没有受到割离 却信的人的父 而且呢 他信了之后又受割离 也就成为受割离之人的父 这是旧约的一个记号 就是割离 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 割离的人是信神的人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见说 亚伯拉罕他成为 两种人的父 一种是没有受割离 可是他内心真正相信 另外一种人是受了割离 表明他所相信的是真的 这两种人 他们有一个是一样的 就是真信心 信谁 信父就是谁 就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的作为父亲 他给儿子 给子孙 留下来一个极其重要的见证 就是信心的遗产 今天我们看到 刚才看到那个麦比拉洞上的清真寺 我们也知道 今天实际上在阿拉伯人中间 这些他们真正 他们中间许多人相信亚伯拉罕的人中间 神也做奇妙的工作 让他们中间有许多的人可以归信真神 神借着异梦异象 借着这个真理的话语 神就是圣经 还有真理的灵 像这些 也是肉身做亚伯拉罕子孙的人 显明 让他们可以真的相信 以至于阿拉伯人中间也有许多的人归信 穆斯林背景也有许多人相信 耶稣是真神 好 那我们就必须 最后我们要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 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 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 我们都仰望一个人的作为 就是基督的作为 在约翰福音中间 这个 耶稣对周围 这个 听到他道的人这样说 他说 你们的祖宗 这里周围就是 一堆的犹太人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 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 就快乐 这段话对犹太人来说是极大的迷惑 他们说 你的年纪才不过三十出头 在我们看来还是年轻人 怎么 亚伯拉罕出生的日子 你还不在呢 所以这里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亚伯拉罕怎么是仰望基督的日子 实际上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大家还记得吗 亚伯拉罕前面 他离开吴尔之后 他过的是帐篷的生活 还有一个 他重要的生命的这个高潮是什么 就是他的敬拜 他的敬拜的时候 他所限敬拜不是偶然 不是随随便便的 他的敬拜一定是流血献祭的敬拜 流血献祭的敬拜就表明一件事情 亚伯拉罕相信他之所以领受上领受这个在地上可以安居乐业 之所以每天可以存活 都是出于那个有一个生命的替换 就是献祭的那个牛羊的血 牛羊的生命让他可以呢 在T上能就活在地上 所以今天 在这个世界各地 他们说这个许多人类学家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民族有远古的洪水的记载 还还有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 就是许多的文化 都有献祭的文化 虽然对献祭这个文化的意义跟价值是很模糊的 比如说中国就有天坛跟地坛 但是这个献祭当然这个各个地方都有很多不同 很多地方都是用人的生命献祭的 那当然在这个圣经的启示中间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献祭 除了亚伯拉罕 从亚伯拉罕开始 除了神让他献以撒那一次 圣经是谴责用人的生命献祭的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 献祭这个就以生命替代生命 那亚伯拉罕献这个羔羊的时候 他一定认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羔羊的这个祭为什么要不断的献上 因为他是不断犯罪的人 而最终能够让他不需要再献祭的 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 完全把他的生命的罪恶亏欠洗净的那一位 所以在旧约的在创世纪中间 亚伯拉罕不仅借着献祭来思考他的生命 有一个更重要的生命来替换他的生命 可以让他可以在地上存活 还有一个圣经借着另一件事情 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仰望基督 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中间 亚伯拉罕曾经打败了四王跟五王 夺回了索多玛的那个财富 还有他被裸去的那个侄子罗德 当他回来的时候 有一位至高神的祭司 圣经告诉我们叫麦基喜德 麦基喜德出来迎接他的时候 亚伯拉罕要什么 要借着麦基喜德奉献十分之一给神 而圣经告诉我们 这位麦基喜德又称为平安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也再一次给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很可能也借着麦基喜德 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大祭司 是为他的亏欠 为他所献上祭 来从神那里免去了神的愤怒的刑法 亚伯拉罕在他临死的时候 一定也知道 他不是能献多少次祭 就能除去他所有的罪的 那他必定要仰望一个最终 让他的良心不再亏欠的那一位 那就是基督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 一定会相信一个生命替代 生命的遮盖 所以这是他的信心的内涵 这也是亚伯拉罕 给他的子孙后代 所留下的一个重要的遗产 就是他信心是有清楚的对象 还有得救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当我们在今天的这段 亚伯拉罕的一生来思考 他怎样作为信心之父 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两个父亲的儿子 地上的父亲 赐给他一个名字亚伯兰 但是天上的父亲 呼吁他 呼召他 回到真正的家乡 他真正应当 聆听天父的呼召 来从天父领受那 那个多国之父的名字 所以他的identity 地上的父亲只是第一个identity 他的第一个身份象征 而他与天父的关系 才是他永恒的身份的象征 那亚伯拉罕是一个 有两个儿子的父亲 一个儿子是从血气生的 在他地上所年岁中间 儿子象征着他所做的一切事 他有些时候是凭血气做事 包括他跟他太太 做了许多事情 但是呢 他生命中间 最能够存到永恒的 却是呢 凭着神的应许 来领受的 所以以萨是凭着应许 所得来的儿子 所以两个儿子是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什么 就是只有按照神的旨意 并且在神的旨意中 为神而做的 才能够存到永远 所以以萨好像从死中得回一样 为神舍去的永远 永远不是亏损 而是得着 第三 作为信心之父 他给今天 凡是遵他为父的人的 一个遗产是什么 就是 他信心的 所要领受的 是整个世界 圣经告诉我们 信的人 最后领受整个世界 所以神说 神让亚伯兰 看那个全地的时候 他是东张西望 他不是只看一个方向 是东西南北 全部都看了一遍 神说 你只要看到的 都是你的 什么意思 像亚伯拉罕 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 实际上是领受 整个世界 作为 我们的 产业 而他怎么领受 亚伯拉罕不是 白白领受 也不是不清楚 怎么领受 他是借着那一位后裔 就是那什么 万族必因他得福的后裔 所以亚伯拉罕 他能够 给我们留下一个 最宝贵的遗产 还有 除了 告诉我们 信心的对象 是那一位 天父 信心的对象 像是那一位拥有整个世界的神之外 还告诉我们 他的后裔中间 那一位耶稣基督 是领受这些福气的关键 所以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这个神是指谁 这个神 当然在这节经文中间 就只指父神 父爱世人 所以才将他的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所以 最后我们就看到说 亚伯拉罕的父 作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 指向的是这位 爱 子的父 就是呢 也是耶稣基督所要见证的 神就是爱 因为 神 在创立世界一间 神在做什么 神 就已经 爱 父就已经爱子了 在约翰福音17章 耶稣告诉我们 在创立世界以前 子就与父同在 父就是在 子与子 有爱的纽带 永恒中间的爱的纽带 而不是在时空中间而已 神作为天父 作为爱的源头 爱的这个榜样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已经爱子了 而我们呢 都在爱子里 被神所爱 这也是耶稣基督 让我们活在他里面的原因 这也是 告诉我们 神之所以是爱 不是因为他创造世界 他才有爱的对象 而是在创立世界 以先 父 子 灵 他们就以爱的方式 他们就彼此相爱 存爱在永恒 所以亚伯拉罕 作为父 指向的是 圣父之爱 圣父之爱 就是这个世界 都是父的 这个世界都是父的 然后但是呢 因为这个世界的背叛 因为人的背叛 所以呢 神要借着爱子 基督的十字架 那个空坟墓 背后的救赎 基督的救赎 带来了一个崭新的 新天新地 圣父的爱 是让我们可以 有这样一条救赎的道路 然后呢 回到父的怀抱 享受永远的产业 所以父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然后呢 我们领受 怎么知道 我们领受了这个爱呢 就是受圣灵 所以这些 这就是 圣父 作为信心之父的 亚伯拉罕 所给我们看到的 我们今天所做的 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父爱 所带来的启示 指向父的爱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 虽然地上的父亲不完全 但是地上的父亲 只是 即使 即使 即使很好 也不能够 比这个天父的万分之一 天父才是那真正爱的源头 他也是 那个爱的 赐爱给我们的 把爱的能力赐给我们的 而圣灵呢 就见证了 我们从天父 所领受的这个爱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 再一次 体察父亲的圣爱 父亲的爱 天父的圣爱 这是我们一切 生命的价值的所在 也是爱的源头 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 从亚伯拉罕的一生 从他听到天父 也来回应天父 以至于他在地上的日子 虽然做弃居 做漂泊 但是他因着献祭 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尽管如此 他在地上的生活 也都不是一帆风顺 他也有走血气的时候 他也有 也有凭信心的时候 但你最终 他最终 到他的一生的见证 他就向我们指明了 一条得救的道路 就是天父将爱子 拆下救赎我们 让我们所有信的人 可以领受圣灵 主 我们谢谢你这样一个 莫大的启示 你借着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和众先知 向我们启示了这样一条道路 救恩的道路 也借着你的爱子 最后点明了 这个又真又活的神 是如何像父亲一样爱我们 我们就求主 你让我们尊敬地上父亲的同时 也快速快快的投奔天父的怀抱 快快的将天父的大爱 向世界传扬 向我们周围的人传扬 谢谢主 求主你自己继续地来 在你的家中来 荣耀你自己的名 让这个教会成为灯台 来将天父的大爱来传扬 谢谢主 给我们这样宝贵的 真理的灵 让我们可以认识 亚伯拉罕所指向的天父 求主你恩待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所有凭信心 来把儿女带到你面前的父亲 祷告不配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雷 阿们 谢谢袁长老美好的信息 我们下面